我上次就是去看到她的房子 剛好她房子的樓上 就那是小兒子的房子 那小兒子 那時候開價多少 那是一樓梯 我真的要謝謝菲玉清 那時候我上來台北 我根本沒有打算要買房子 我只是租房子 在中山北路 後來菲玉清在那個 後台我們表演 她就會聽說 妳現在在租房子 我說對 她說妳要不要 把那個租金拿去買 付那個頭期款 或者是付 那個每個月的分期付款 那妳如果租房子 以後還是房東的 但是如果你付了錢 每個月付那個錢 以後房子是妳的 好 畢已驚喜夢中了 謝謝菲玉清大哥 我非常謝謝小哥 他給我的建議 我就聽他的 旁白哥報報 金沛山送小兒一戶 六千萬坐永 四棟房要寫廢玉清 畢山姐後來 後來還有跟辛龍聯絡嗎 沒有 從此就沒消息 而且不要再問他了 他會再打來問候我 啊 謝謝 他上次打給妳還好嗎 OK啦 他其實就還蠻真經的 只是他說 不要再提他的事 公口裡是不是 對 好放下辛龍不當廖北啊 您看看久違的 一代女皇金沛山啊 戴大珍珠戒指 肖邦表 林柏金包 LV化妝包 穿香奈兒洋裝 和耳環葉 地點是在台中南屯啊 哦哎呦 這個打得到 陳隨意聊到結婚 25年終於致產 記者自是不忘 把多金的金沛山 脫下水了 一三姐妳才是 那個投資房產最厲害的 妳剛是不是在竊校對不對 想說老娘在買房子的時候 你們都還在買媽媽十塊錢 你才買第一棟 我已經在第一棟了 沒有啦 我其實一棟給我大兒子 一棟給我小兒子 哈 大坡 妳有覺得要吃嗎 妳有覺得 幹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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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哈 不過那時候還很早前買啦 但是現在我發現 我也買不起了都好貴 我上次就是去看到他的房子 剛好他房子的頭上 就那是小兒子的房子 那是小兒子 那時候開價多少 那是一樓梯 哇 買房子啊 我真的要謝謝費玉清 那時候我們上來台北 我根本沒有打算要買房子 我只是租房子 在中山北路 後來費玉清在那個 後台我們表演啊 他就會提說 欸妳要不要 妳現在在租房子 我說對 他說妳要不要 把那個租金 拿去買 付那個頭期款 或者是付 那個每個月的分期付款 那妳如果 如果租房子 以後還是房東的 但是如果你付了錢 每個月付那個錢 以後房子是妳的 哇 一階級是那麼鬆 了解 所以是對新大哥 建議妳買房子 然後我非常謝謝小哥 他給我的建議 我就聽他的 還把這個傳給高盛美 我說欸妳要買房子喔 三里娛樂新聞 叫媽媽報導